司機一邊廣播一邊比著手勢 確認左右都沒有人 才完成轉彎動作 會這麼高綱 是因為客運公司 為了確保行人安全 強烈撞擊下 騎士整個人被公車撞飛 甚至有民眾穿越馬路 慘遭公車輾過 就是為了預防意外發生 才會要求公車司機 在特定路口進行指插確認 因為在路口右轉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視線視角 我們評估到就是比較危險路口 都做這一些指插確認 去日本鐵道旅遊 這個畫面一定不陌生 發車前車長手勢四處比劃 台北市客運也效仿使用 公車轉彎時 第一步要先在路口停等 接著比出手勢 左邊比完比右邊 還要記口訣 確定左邊還右邊都沒有人 才能開車 像我現在這樣子 綠燈的行人穿越馬路 公車司機趕快進行指插確認 免得因為視線死角發生意外 會比較安全一點吧 有必要進行 這樣子好像就是壓縮那個時間 然後對路人來講 可能會有點麻煩吧 民眾意見正反兩極 實際上並不是每間客運都採用 也只限定高危險路口 行人安全還是交通順暢重要 也許無法比較 但能讓行人安全多一層保證 相信沒人會反對 記者姚立場 徐一傑 台北報導